昨天正月十五过完了 我一看朋友圈里头 不少人都在那感慨 说的这个年可算是彻底过完了 工作生活都回归正常的轨道了 这个之前咱们也唠过 说现在过年呢 没年味 不像小时候 是因为你长大了 啥事都得去自己亲自操心去了 再也不能无忧无虑地过年了 可能因为这个 所以觉得没有年味 其实这里边呢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吃这方面 你看为啥这么说 原来觉得过年吃那晚上好啊 只有过年能吃着 现在你说吃喝不愁 年夜饭 它跟平时得没差太多 再也不用像以前似的了 早早的提前好几天就准备 那时候脏了 那时候就有年味了 现在没有 你看 今年这个春节 玉制菜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什么叫玉制菜 就是半成品 有的线上这个买菜的平台啊 七天就卖出去了三百份玉制菜 三百万份 一天卖三百万份玉制菜 卖三百份它就得赔死了 这个三百万份的玉制菜 每笔的担价呀 同比增长一倍 所谓说玉制菜 刚才说了啊 就是就是半成品回家以后 配料啥的都给你切好了 备好了啊 到家你打开就干一步啊 你或者是炒或者是蒸 反正是加工一下 直接能端上桌 虽然是生的 就差最后一步了 其实就是啊 有数据显示了 说进入到腊月以来呢 某一个生活消费类的APP啊 就它这个玉制菜的搜索次数 同比增长了超过十倍 这量这么大 同时呢搜索量上涨的 还有快手菜 什么半成品菜啊 加热及时等等 相关的这些概念的词 反正都差不多的意思 根据相关的平台统计 消费者今年呢 更喜欢硬菜 什么是硬菜 2022年这个年货节期间啊 玉制菜成交额 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八 这其中呢 你都什么菜硬菜 花椒鸡 佛跳墙 猪肚鸡等等 这种地域特色的半成品菜 尤其受到年轻的消费群体的喜爱 这个确实啊 你看就过年吧 走心房有的啊 这家吃那家吃我也发现了 挺多人家里现在都整了 葡萄墙这菜 而且呢几乎全都是买的那种 玉制菜 回家以后就热一下这件事 很简单 这个我感觉就跟家里边这个年月饭呢 掌勺人逐渐年轻化 这也有关系 其实咱们说年月饭 三十当天就说炒菜吧 就炒菜它能炒多长时间 真正麻烦的就是这个准备工作 要不过去咱们从小年就开始 顺口溜就说上了 是不是啊 那些需要炸的那些菜呀 还得特意给它挑出一天来 全给它炸好炸出来 走油嘛 是吧 过去呢老伙伴们在家一天 也没事有时间呢 是吧 今儿个剁点猪肉 明儿个炸点丸子 是吧 你看现在呢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 八零后九零后 逐渐在家里边开始掌握 年月饭的大权了 成为家庭主力了嘛 那些过于复杂的备菜步骤 你看现在一个是有了网络了 是吧 再一个上班也都忙 就可以交给这个流水线了 然后他说了 天天上班 二十年前你说哪有功夫 疼不出来功夫准备那些菜 没有那些闲时间 再一个呢 可能咱们这一代人呢 对这种半成品的 所谓预制菜呀 接受度更高 你比如说 你过年咱要做个四起丸子 这这个工序就麻烦了 买了肉了以后 搅肉馅 还得拌肉馅 完了先炸 这丸子炸完了以后再蒸 蒸完再浇汁 这个麻烦劲 一个菜就这么多道工序 现在有这预制菜了 流水线上 啥啥都给你准备完了 对不对 你提前买回家来 可以把它冻到冰箱里 三十当天拿出来 一整完事 搞定 省食省力 心情还比你自己做的好吃 毫无疑问 这个是预制菜最大的优势 当然了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 这半个月 年过完了 预制菜也吃完了 问题慢慢也露出来了 比如说北京有个王伙伴 他今年买的预制菜 是一条红烧大黄花鱼 年夜饭必须得有鱼 而且得是全息全瘾的 完整的鱼 年年有鱼 涂个吉利 结果这鱼他拿出来 加热完了 装到盘子里 他一看 都散架子了 一点不整着 碎了 严重影响过年的心情 还有北京有个废伙伴 他买的预制菜是大力包 预制大力包 里边冻一不少 也是 换着自己能省点事 结果回家打开一瞅 图片上展示的 一份烤好的烤牛排 那可好了瞅着 食物到手一看 还没有半辣拳头那么大呢 就这那点呗 图片仅供参考都没法参考了 那差的也太多了 还有 这个里边有个茶树菇猪肚 这道菜 扒了半天找不出来几根 这个牛肚啊 茶树菇牛肚 扒了半天也没找出来几根牛肚 茶树菇多吧 茶树菇也没几个 啥多呢 配菜 胡萝卜 辣椒 全这玩意都不少 我都知道 我说这些以后有老伙伴 只定不屑一顾的就说了 我就说吧 买现成的哪有自个做的实惠 有那钱自个给家啥都做出来了 是 这个我们也知道 但是站在年轻伙伴们的角度上来看 玉制菜啊 确实也有它方便之处 你要想又好又方便 这个也挺难 你们说呢 今年有没有伙伴买过玉制菜啊 你买的是啥 吃的怎么样 微信平台可以给咱们唠一唠 发个图片啥都行 咱们谈谈体会啊